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东方卫视 我心畅想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有的时候也会探讨一些 社会上的热点的话题 最近我们的编导在网上 发现了一段点击率 非常非常高的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往往会碰到现实的尴尬 四川达州一名80后装修工 杜国斌 最大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叱咤歌坛的明星 并为之奋斗不已 3月1号 他在街头练唱时 被其做苦力的母亲看见 将她暴打一顿 就此 网友对于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 还是务实工作 照顾自己的家庭 展开了一番唇枪射箭 今天我们请到了 这个事件之一的当事人 杜国斌的妈妈 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欢迎杜妈妈 杜妈妈你好 杜妈妈我想问一下 那当时为什么要打她 她在港湖 国斌生港湖 她跑去唱歌 我听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她跟您说是干活 但是又跑去唱歌 又不好好的干活 所以你很生气 您当时找到她的时候 在边上围着听她唱歌的人多吗 多 多吗 您有没有站着听她唱一会儿 看一看 还是您就直接冲进去就动手了 我的原始听到她唱歌中就打了 明白了 好 明白了 基本上整个事件我们已经了解了 今天这样好吧 您平时很认真地听过您儿子唱歌吗 没有 没有啊 从来没得 不想他唱歌 不想他唱歌 好 那我们要跟您说一声小小的抱歉 因为今天我们想让您完整地听一遍您儿子唱歌 我们也想请全场的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听听杜国斌的歌声 好不好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欢迎杜国斌 大家好 今天是我爸爸 我的妈妈还有一个好朋友 谢谢 把我在大街 痛在你心情 当我却依旧会改变 唱出一片蜴蜴 我相信你 相信希望 如果你们和我光飞翔 让我站在台上 唱出梦想 我想飞到更高 让你们生活过更好 青春的路可以飘过阴天 起放手让我去把我实现 前途慢慢任我装置 要还有你 在身旁 青春的路可以飘到晴天 试着关注支持我的喜悦 那些回忆的不光 我早就无所谓 只想你了解 谢谢爸爸妈妈 也谢谢我的好朋友 在此说你们说一下 你们辛苦了 左边来 听完你唱歌妈妈的脸上 还是没有什么表情 你那天在街上被妈妈打 你是什么心情 其实我妈妈打我的时候 我还是很理解她 其实我也很爱我爸爸 我妈妈 我也挺体谅她的 好 好 我知道今天除了妈妈来现场之外 还有两个很特别的朋友 也在现场 一位是杜国斌的爸爸 是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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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叔叔 好 请来舞台这边 好吗 还有一位刚才听了这个歌声 在那抹眼泪的 这位杜国斌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对 好的 您刚刚听杜国斌唱歌 为什么在那抹眼泪 实际上我是一名记者 他这新闻故事就是被我偶然碰到 爸爸听过儿子唱歌吗 没有 我反对 您也是反对 为什么反对 我们是三年人嘛 我们经济比较落后 是说 你如果要去唱歌 如果要唱出一个明星的话 要多少钱呢 那是你得做梦 是说 所以我反对他唱歌 今天我们请来一个 很特别的嘉宾 欢迎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黄欢老师 来 欢迎黄欢老师 黄欢老师也做过很多的演唱了 黄欢老师比赛的嘉宾 刚刚国斌唱歌的时候 你在后面再听 我的第一个问题 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 你怎么评价他的歌声 我觉得二十分 满分是多少 一百 为什么给二十分 我觉得入人甲乙饼的水平 卡拉OK水平都没到 好 实话 好 刚刚是乐队为你颁奏 我可以让乐队的老师 也表达一下意见 可以吗 可以 你们希望他继续走下去的 请把我们手中给你们的棋子 举起来 有一位 我们的半畅老师 请告诉我您的理由 因为他喜欢嘛 喜欢就去追求 我觉得有梦 真是很伟大的事情 敢于去追梦 也是值得被鼓励的 但是梦想者 也有梦想者的尊严 话题性和专业性是两码事 OK 有要反驳对吗 我看你一直不停地想要说 我没有反驳 我其实 我就是一个龙命吗 我也不是说实话 我就是一个 也不是专业的歌手 可能我今天 就是想唱首歌 是表达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好朋友的 所以 不管这条路怎么走 我都还是 所以你爱爸爸妈妈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想讲第二个 叫梦想者的责任 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梦想 建筑在伤害家人的前提之下 你是一个男子汉 你是一个男人 你尚有老 虽然下还没小 但将来也会有的 所以说 其实 你一个人追梦 如果你都没有家人 你是个孤儿 你爱怎么做 那是对你自己的残酷也好 对你自己的批判也好 没有问题 但我们身为社会人 我们除了自己的梦想以外 我们还承担的是家人的期望和梦想 可能我很早就意识到说 我不仅为我自己而活 还有我爸的梦想 我妈的梦想 那些梦想难道跟我都没有关系吗 如果你的梦想是如此之孤立 你的梦想也注定 没有什么很大的前程和前途 因为这建立在缺乏责任的基础之上 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家庭的环境 所以我要问一下那位记者朋友 在你们这个街头唱歌的人多吗 唱歌的人很多 可以说有90%以上的人 他们都是为了谋生 他下场例外 他例外 因为他那天在街头的时候 他不像别人面前地摆着一个装钱的工具 这很少见的 我看很多流浪歌的时候 他们都是为了卖唱嘛 说白了 但他是在锻炼自己的这个唱歌的技巧和胆量 因为这个在当前 我个人以为这个做梦的人很多 但追梦的人很少 他是在追梦 这个我不同意 我觉得我们的媒体环境 就是给你们这些不负责任 价值观又有错误的记者给搞乱的 我可以很明显地说 一个人唱歌他又唱得很好 以歌为谋生工具 就恰恰证明他的歌有人买单 这是他专业性的表现 有很多专业的歌手 就为了练自己的胆量 和在最初的时候 比如你在英国 你在伦敦 你可以看到很多地铁卖唱的人 唱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其实重要的 不是他有没有用他来谋生 每个人都要生活的 他有一个他热爱的专业 他不可以用他来生活吗 因为他不用这个来生活 反而有尊严吗 不是你给他唱歌打几分 我想用你媒体的良心 你打打分 冯老师 我先说一下 我们 我和他一样 你可以鼓励这个精神 但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这种鼓励 你可能会毁了一个年轻人 他的道路上的选择 这样讲吧 因为作为一名媒体人 我们也经常在研究 这个当代的80后和90后 在他身上 我至少找到了 但他身上很明显地 缺乏责任感 我想跟你说一声 他不缺乏责任感 没有谋生意识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实现自己的梦想以后 让自己生活得更加体面一点 更加有重要一点 梦没有伟大到 梦没有伟大到 不切实际 然后他再渐渐地 去实现 去为他的家人 改变他们的生活 因为现在有 无数的伟格兰芝 在他面前摇晃 和告诉他 你现在已经红了 你有很多其他机会 但是我想说一句话 我其实包括 把那个新闻放在网上 我根本没在意 知道吗 因为我说实话 有很多电视副打电话 我根本都没在意一回事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做一件我自己喜欢的事 因为今天其实请来这位记者朋友 也很特别 他最初的时候 也是在四年之前 您还是一个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记者 但是我的 在后来因为家境贫穷 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荒废了学业 被迫进入了煤矿 当我说我要做记者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的亲戚朋友 和他爸爸妈妈的表现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 更多的人都像我们黄老师这样 打击我 说我不无正义 没出息 那我想知道的是 在这四年过程当中 您做了哪些事情 在这四年 我在煤矿里面考完了大学门评 可以 我在煤矿外面的网吧里面 学会了使用电脑上网 写作 直到今天 我仍然是用两个指头在打字 他加强了他的专业性 加强了专业性的东西 而他不过是炒红了他的话题 但是我想也并不一定是 国斌自己要炒 但是国斌有一点 今天面对到目前为止 都不赞成你继续走这条路的爸爸妈妈 你有没有给过自己一个时间线 我现在有给爸爸妈妈使了线 但是我觉得 是多少年 多久 十年时间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 在座的每个朋友们创业都很不容易 因为我并不说我想怎么出名 怎么出名 其实我是用心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并不说在乎谁去关注我 因为我觉得努力过 就算我努力了 我失败了 OK 我的人生不会有后悔两个字 我就怕我现在不努力 我到五十岁六十岁 以后那我才真正地后悔 人生当中有几个二十年 没有几个二十年 我希望十年之后 不管你收获的是追梦还是经历 第一不要后悔 第二 十年间 包括十年未来的日子里 你要记得谁给了你追梦的最基本的东西 好了 总之 国斌我想说的是 单纯业语爱好可以 做专业歌手 你不行 王老师说的也有一些道理 他小孩嘛 他熟悉于社会不懂事 是什么 我现在非常地看好国斌 因为他有梦想 而且在为梦想去努力 相信自己 我一定能行